北京西斯环边上,坐落着一家极富盛名的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不过老百姓更爱叫它,301医院,在许多人眼里,301医院是个既神秘又威严的地方,各种缘由,除了其医疗设备先进,一束水平高潮之外, 更与它铺着传奇色彩的绅士有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将军建立的医院时光回溯到1954年,刚从南京军事学院进修回来的洪学志将军,被实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的黄克诚将军找去谈话,并接受了一项重大使命,出任国家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参谋长,黄克诚,曾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纪委第二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突围1981年,黄克诚同志在北京玉泉山,北岸心事学徒接受任命后,洪学志中段学习,开始了总后勤部各个机构的整顿工作,荣马医生战功卓助两兽,上下了洪学志, 北岸心事学徒其中,对部队医疗系统,整顿,的最大事件,就是成立了解放军301医院,在20世纪50年代,北京成立最有名气,的医院高属北京协和医院, 这在有美国人在1921年开设的医院,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最高超的艺术水平,随着新中国建立,北京成立各国的外交机构越来越多,协和医院成为了外交人员,看病和住院的首选, 而当时协和医院属于军管单位,外国人员和军队,人员在一起看病,双方极不方便,也不利于保密安全, 周恩来总理便只是协和医院划归国家卫生部门,在成立一所归军队管的医疗水平比较高的医院, 由此,301医院的筹建提上日程,反号301301,原始华为军区一所学校的代号, 后来这所学校改为医院,但规模很小,是被落后,医疗水平也比较薄弱, 1952年,这所翻号被301的小医院,从天津版县至北京,并在五科丛典设了一个, 仍有400张床位的临床学院,军委决定将企划归中国协和医学院管理, 解放军总医院专家组员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志强,中间站立者, 直到基层医务人员进行医学实验,被挽心视觉图,随着解放军总医院的筹建提上日程, 中央决定以301医院为基础,充实力量,增加设备,扩大规模, 1954年,这所医院正式命名,为解放军第301医院,三年后, 还更明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的方号不再出现在名称中, 但很多人还是习惯称之位301医院,301医院最早的病房楼, 完全是苏联市设计,急要自行,大楼门口在欧心中间, 一侧卫办公室,各种实验室,截梯教室,一侧则是长长的病房, 在地下共有7层,16个病房,每个病房平均40几张床, 粗略估算有近700床位,楼下的地下通道,四通八达, 能到门阵大楼,能通外科大楼,甚至时常有人迷路, 据说,这种设计是参照着圣里德包的前苏联军队基洛夫医学院建设图纸拷贝改进的, 301医院早期建筑的设计原型,基洛夫医学院, 2008年东方IC图基洛夫医学院大名鼎鼎, 不但在前苏联,就是在国际上也坦称一流, 它及苏军高等医学奖学,科研和报件为一体, 会及先进医学装备,并接医学人才和高端研究课题, 具有极好的公益保障能力, 可见,301医院一起步,就瞄准了国际先进水平, 南洛老师从建成之域起, 301医院就成为全军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医院, 除了承担全军各军区疑难杂症的诊治, 收治来自全国的地方病人以外, 它还负责中央、军委和总部的医疗保健工作, 2003年,中国人民解放群总医院, 301医院东方IC图301医院里南边的一座病房楼, 就是承担特殊使命,大名鼎鼎的南楼, 许多国家领导人、高级知识分子都曾在此接受治疗, 南楼是整个医院防卫最严密的地方, 出入都要听出入证,门口两侧有警卫, 周围还有三人一组的流动上, 北京301医院西南楼, 2009年北晚新视觉途由于失事国家机密, 没有治疗护理任务的医护人员, 就不能到南楼去,登小平,出问题, 有我和我全家负责1976年末的一个暖冬, 301医院的南楼, 迎来了一位特殊的病人, 他身着重视灭脑, 眉宇间尽管隐含着一丝痛苦, 但今生依然觉说, 他就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 邓小平资料图被暗先视觉出于安全和保密考虑, 远方将南楼五层单独批出来供他使用, 出入都要搭成专用的电梯, 住宿和安全问题安排好后, 就得进行数前的检查护理, 以及制定手术方案, 按规定, 给首长做手术, 必须将情况报告上级, 得到批准才能实施, 并且医院上下要严格保密, 知道邓小平要做手术, 得只有参与手术和护理的人, 和普通人做手术一样, 小平同志的手术, 也得让家属签字, 手术前, 他对医生说, 我相信你们医院, 相信你会尽最大努力来治病, 天下没有绝对的事情, 万一出问题, 有我跟我的全家负责, 在接受手术时, 小平还表现出了惊人的镇定, 他拒绝了全身麻醉, 术后连一片止痛药也没吃, 第三天不需愿搀扶就独立下床了, 甚至哼都不吭一声, 这种顽强的表现, 给当时的主刀医生和护理人员印象, 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身为他主刀医生的李延堂在回忆录中感叹, 为人之所以成为人, 自律精神可见不一般, 除了邓小平, 叶剑英, 李宪念, 聂荣真, 黄克成, 王震等领导人, 也曾在此接受治疗, 给男楼增加了不少传奇色彩, 季献林, 纵浪大话中, 不喜意不惧出了领导人, 不少文化界人士也在这里就医, 如前学三夫人蒋英, 国学大使季献林等, 2003年2月, 国学大使季献林也有小腿骨髓炎注进三里腰, 主诊大夫陈文是位年轻的女医生, 因为记老年时已高, 初次治疗坏药时, 他十分谨慎, 生怕弄疼了老人家, 但记老一直笑称不疼不疼, 你放心换吧, 书画间, 沉门却看着记老额头上, 逐渐进出了斗鱼大的汗珠, 解放军总医院南楼临床部医护人员, 正在为国学大使季献林检查身体, 被满心视觉途住院期间, 前来拜访, 探望记老的诱人落意不绝, 一次, 有人买来二十多本记老的著作, 要他一一签名做纪念, 当时, 他的势力也不太好, 长时间写字手还会抖得很厉害, 在场的护士建议挑基本重要的签名, 他却笑着说, 一次签不完那么多本, 我慢慢签就是了, 后来, 记老运是用手摸, 这把二十多本书一一签上了名, 纪献林和他的爱猫, 新华社图流真容护士长记得很清楚, 记老经常说起陶渊明诗中的一句话, 走浪大话中, 不喜一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多多虑, 记老说, 这就是他的座右铭, 人活在世上就应该随遇而安, 处之泰然, 不管面对什么事情, 哪怕是生死也是如此, 就是这种豁达, 让他在南楼度过的六年多时光里, 一直感染和鼓舞着周围的人, 夜外南楼往事添上了温馨的一笔, 解放军总医院新门诊大楼是绝终不吐如今, 宏伟壮观的新门诊大楼拔地而起, 慕宁求医的人也数不胜数, 关于301医院的传奇和故事, 仍在不断上演, 不断输旧, 五年降薪打造301给医院管理力标准目前, 国际上公认的质量管理标准有以下几种, ISO-90001是面向整个服务行业的质量标准, JCI首先确立患者安全目标, 列举出六项主要的问题加以避免, 希望可以达到患者安全的目标, 德国的KTQ是透明与精细质量的标准, 英国的NICE重点放在人员、 技术和药物的准入上, 制定了疾病的准入指南, 呼则强调建立医疗差错的报告系统, 还有我国的医院评审制度的相关标准, 而上述标准的普遍共性是重评价轻过程, 即这些标准的使用者, 是医院的监管者, 或者说是第三方评价者, 他评价的是医院的质量, 而医院更关注的是过程, 也就是对环节的质量控制。 此外, 将国际通用质量管理标准放到中国医院, 可能存在适用性, 本土化等问题, 比如, JCY的患者安全目标主要是六项, 而中国医院协会, 制定的2014年, 到2015年患者安全目标为十项, 针对以上问题, 为了规范医疗管理, 提升医疗质量, 保障医疗安全, 301医院从2011年开始到2015年, 连续五年开展了标准化建设年, 五个标准年主题不同, 分为建设年, 生化年, 落实年, 验收年和转化年, 工作重点分别是建标, 冠标, 落标, 验标和问校, 医院建立了四个管理指南, 分别是医院运营管理指南, 医院业务标准指南, 医院员工行为, 指南和医院标准考核指南, 覆盖从顶三到末端, 从业务到岗位, 从定量到定性, 从运行到考评等各方面内容, 医院运营管理指南分为战略, 文化, 流程, 组织, 制度, 迹象, 标准和信息八个体系, 作为核心内容, 医院业务标准指南, 是对患者服务和管理的标准, 包括患者服务, 安全目标, 医院文化, 医疗管理和医疗保障五个维度, 医患者为中心, 医疹疗活动为主线, 医流程环节为焦点, 医标准要素为内容, 其中的医疗服务标准, 分为十八节, 涵盖患者安全目标, 急诊患者服务, 没诊患者服务, 儿童保健服务和营养膳食服务等内容, 在标准岗位执行要求方面, 301医院建立的医院员工行为, 指南对在职者, 管理者和求职者的行为, 争作出要求, 医院标准考核指南, 包括五大类别考核指标, 即适用于日常检查抽查, 也适用于集中评审验收, 标准体系的主要特点, 首先, 是以患者为中心, 对医疗管理人员, 医疗保障人员等个内容人员的日常行为, 做了具体的标准要求, 把行为规范, 服务流程集成, 在规定的范围之内, 标准分活动为, 角色为和时间为三个维度, 凝确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 医院对所有岗位进行梳理, 并划分为技术性, 管理性, 保障性三类岗位, 进一步细分为医疗, 护理, 医疾, 医保, 教研, 管理, 后勤和职能等八道岗系, 再细分为40个岗群, 最后落实为473个岗位, 细化每个岗位的指责和权限, 为了便于医务人员学习标准, 301医院开发了一个标准化运行管理与服务系统, 该系统可实现标准的检索, 查询, 学习, 更新和交互, 对于标准日常运营的把控, 医院设计出覆盖全岗位, 全要素, 全过程和全实现的考核指标, 分为核心指标, 患者服务, 医疗保障和医疗管理, 其中, 核心指标包括工作量指标, 患者管理指标, 成本核算指标和临床核心技术指标, 并通过建立标准监控系统, 最473个岗位标准进行考核, 考核结果实时展现, 对达标与否进行预测和预警, 为促进标准的落实, 医院通过医疗学流程追踪, 可查询到各部门对某位患者提供的医疗服务情况, 并通过评管圈, 跟您分析, 关联分析和流程优化等管理工具, 进行持续的医疗质量提升, 来源, 医管通, 芝麻通讯社, 健康健。 感谢观看